这是一天屠龙记的最经典之战 为了阻止六大门派围剿名教 身负九阳神宫和乾坤大挪一两大爵士神宫的张无忌 化名曾阿牛 来到了光明点 此时天鹰教教主白眉英王已经身受重伤 武当大弟子宋远乔不想趁人之威 继续扮演吃瓜群众 灭绝身之曾阿牛好管闲事 又极其难缠 于是将目光投向了少林方丈空文大师 让他来主持大局 空文作为本次围剿行动的总指挥 自知则无庞贷 当即发号施令 在场的名教众人意识到大树已尽 纷纷朗诵经文 准备赴死 昆纷派的何太冲早已等得不耐烦了 就想冲上去结果了碍事的阴天正 却被张无忌立声贺助 怒斥他不顾一派掌门身份 竟然趁人之威 然而何太冲丝毫没有将他放在眼里 跟同伴双双拔出长剑 二话不说就冲了上去 带行至无忌身前 两人又互变身位 看似左右夹击 其实乃是昆仑剑法实则须之须 则实之的精妙所在 没有实战经验的无忌开始有些被动 加上手无寸体 只能左抖右闪 上犯下跳 何太冲两人眼剑九弓不下 直接亮出大招 用昆仑两极剑法 刹奈间 剑气纵横 形成一道密不透风的剑墙 将无忌团团围住 可饶是如此 也伤不到对方分毫 此时无忌体内九阳真气已经佩然涌起 只见他转动身形 运转乾坤大摩一心法 卸去剑气凌厉的攻势 接着双掌一推 强悍的真气顿时将何太冲两人击飞三掌开外 空同五老见状 骑气飞升而上 一出手就是凌厉无比的七伤拳 然而无忌并不躲闪 拉开架势 任由五人的拳头打在自己身上 顷刻间 空同五老就像被磁场吸引一般 他们越是用力 感觉自己受到的冲击就越大 身体不由自主地随着对方转动 面对这一奇怪现象 只有杨潇看出了端倪 乾坤大摩一 爹 你说什么 杨潇知道这是乾坤大摩一 因为只有这门神功 才能将对手的力量转移 可让他感到震惊和疑惑的是 这个名叫曾阿牛的穷小子 怎么会名叫得无上心法 就算是乾坤大摩一 没有足够的内力 是不能运用自主的 其实不仅仅是杨潇 在场所有人都不知道 张无忌不仅拥有当时无人能及的内力 而且连乾坤大摩一 也练到了最巅峰的第七层 目睹无忌如此神功 从不服输的灭绝都不禁感叹 是卸门的